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TVBS邵康戰情室 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沈富雄委員 何孟華議員 林乃津小姐 徐鴻廷議員 尤索偉議員 林國成委員 AIT的新出版叫做古力言 拜會賴總統 前天去了 然後他最後就強調美國的 所謂一法三公報六保證 台灣關係法 三個公報 六項保證 然後同時說美國 他的政策就是一中政策 跟老共的一中原則是不一樣的 美國是一中政策 總統府當然也就發了新聞稿 就不提一中政策 沒有提一中政策 但是AIT的新聞稿有一中政策 有一中政策 所以大家覺得說 看起來總統府來警察 要一直想回避一中 這是你新聞稿這個事實 老美講什麼 也不代表你的立場 這老美的立場 你也可以支持他 你可以反對他 但是老美的立場 所以有學者講 說AIT提醒台灣的意味很濃 之前前兩三個處長 來拜會蔡英文的時候 都沒提一中政策 他們也知道你台灣討厭這個 所以何必 對不對 客水主便也不必要難堪 但是鼓勵人為什麼一再提 就因為他發現賴清德 可能跑掉 或是行為言論 偏離以前的軌跡 所以總統府的新聞稿 一直沒有提一中政策 總統府今天發表新聞 罵聯合報罵一頓 怎麼罵 他說 他說亂講 當天各媒體都有轉播 所以鼓勵人講什麼 大家都清楚了 我們總統府整理新聞稿 不會每個字都整理 我是挑重點整理而已 看到沒 就是說各家媒體都完整掌握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聯合報是惡意的 聯合報沒有講你善意 只講說你沒有 人家有提到一中政 你媒體是這樣而已 你生什麼氣的 我就不懂 事實上你是媒體 你說我是挑重點 一中政策對美國來看 是很重要的政策 你總統府到底誰在挑 誰在寫這個新聞稿 你腦筋壞掉 你不知道什麼重要 什麼不重要 我們都看得出來 就你看不出來 還去罵聯合報 我覺得這很奇怪 我們看一下 我還記得當時告訴國務院 這位立法委員 非常有可能是台灣未來的總統 20年前就神預測 但AIT處長谷立言 話風一轉特別說到這 美國將繼續支持台灣 這符合美國長久以來以台灣關係法 三個聯合共報和六項保證 為指導的一中政策 強調美國一個中國政策沒改變 連AIT新聞稿短短兩段也特別在提話重點 不過仔細筆比一比總統府新聞稿 但一中政策這關鍵用語被悄悄拿掉 總統府對此沒回應 而相較2021年前AIT處長孫小雅 拜會前總統蔡英文 媒體一中政策 會借猜測難道是進來賴總統 新兩國論發酵 美國才特別重申提醒 然後谷立言處長談話 媒體在場 有公開資訊 有供應資訊的平台 各家媒體的完整掌握 並無消音的東西的可能性 所以建議媒體報導前 應該妥為查證 人家沒有說別的媒體沒報 人家說你沒報 總統府發出這種信訊 那個程度有夠差 對不對 真的有夠差 你沒報 你去管說 其他媒體有沒有報導幹嘛 人家講你沒有報 那你可能解釋為什麼我沒有 我覺得這個不重要 而且我覺得我反對這個政策 所以我不登也可以 你既反對 人家登出來說你沒報 你又生氣 不是很奇怪嗎 老沈 我覺得總統府 今天的這個說明 欲顯露出他的無知 愚昧跟笨拙 就叫欲概迷傷 因為你不這樣提 人家還不曉得 原來你的用意是這樣 我認為但是我不同意大部分的 對後果的解讀 因為很多人都講說 這個會增加美國 對台灣民進黨政府的信賴 或者是懷疑民進黨到底在幹什麼 我不認為這樣 我認為我倒是要先從民進黨政府 對兩岸政策的幕僚 這基本知識的欠缺 還有對如何處理兩岸關係 這個技巧上的掌握 真的是太差了 我跟你講AIT的新任處理長 鼓勵人到總統府 在你的新總統的面前講這個 是好意啊 你連好意都不曉得 為什麼 因為老美的一中政策是什麼 一中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方說這個有你 我這個說法我聽到了 我認知 但是我不知可否 聽懂我的意思的人 大概都認為你不在裡面 這個講法全世界主要國家都認可的 這個也是符合不久以前 蔡英文講的兩岸互不隸屬 跟你們現在強調的兩岸互不隸屬 美國的一中政策是符合的 真的是符合 你回去再看看是符合的 你就是民主政府黨政府 就是對了一中兩個字 彎切 就很嚴重的過敏症一樣 聽到一種 整個身體氣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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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 就長 真的 各種皮膚症都來了 因為你這樣的話 顯得你的低點是非常沒有信心 辣美用盡心思 替你想出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當然全世界都知道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不是你是 現在關鍵在 他說你是他的一部分 我辣美盡我最大的東西解釋說 我聽了 我知道了 我了解了 我 acknowledge了 但是這一點我是不是同意 我沒有要講 這個對台灣目前的處境 是一個最好的解釋 你民進黨政府不懂 但是如果說到一種就是對你賣 怎麼對你賣 這也不是說一種是你 你開心都來不及 高興都來不及 你竟然愚蠢愚昧 無知到這種程度 我說賴仙德總統 你除了打攤以外 要調整一下 你兩岸政策的幕僚 他們不但沒有學問 起碼比你的老師 零手水差太多了 基本上就是說 總統我今天不講話就好了 你不需要再講了 林浩波講一個事實 對不對 人也沒有罵你 並沒有說你這個不對 只是說有這麼一個新聞 不理你就是了 就過了 還特別拿出來 這個就總統府刺 你們操作錯假訊息 要求撤不實報導 不是很奇怪嗎 而且聯合報就是 報導一個事實 就是說他有講這個 你沒講 然後他就分析 我很好奇的是說 蕭美琴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因為事實上 AIT發布這個新聞稿 其實是給總統府 是滿沒有面子的 還滿難堪的 而且他們刻意的 發出這個新聞稿來 強調這個一中政策 既是說給賴清德聽 就說我有講 我有講 你為什麼你故意不提 說給老共聽 對 沒錯 就關鍵還是在說給老共聽 蕭美琴在幹嘛 很大佬不以為然 他說給老共聽說 不會 不會去讀 然後蔡英文賴清德沒有這樣 我們都講好了 你放心還是安撫老共 其實這樣 對 就是說蕭美琴在做什麼 今天當總府發言人 總府公務事務室發表了一個 措辭這麼強硬的 來怒斥聯合報 民進黨跟聯合報翻臉 也不是第一次 可是在這個很敏感的 台美關係上面 這樣子去挑動 他沒有 他既沒有說明他自己的 什麼樣的立場 反而是增添了大家的 各種各樣的想像 我覺得非常的不聰明 還有一個重點就在於是說 因為這個谷麗妍 他到 他來見這個 他來見這個賴清德 他事實上其實是說了 很多的好話 他竟然講說 我那時候在看到 他過去在台灣待過 在AIT待過的政治組 他說我過去看到 這個賴清德的時候 我就說這個人未來 有可能當台灣總統 這個多給賴清德面子 但是該說的政策還是要說 而且不只是AIT說 美國總統拜登 然後布林肯 國務卿 他也都一再的在公開的場合 強調一中政策 只是他這一次刻意的 總統府刻意的不提這一點 然後又再被媒體抓到就說 過去不管是立英傑也好 或者是才剛剛離職的孫小雄也好 在見蔡英文的時候 都沒有必要去提一中政策 就凸顯出 美方在這件事情上面 在對賴清德的大陸政策上面 中國政策上面 他感到的不安和不確定性 好不好我們看看 我們監控共濟 共濟事件常常跑來 就越來越近了 我們看一下 國海巡一對一對峙 中共海警船 這是七月以來 首次有海警船編隊 多點齊發 侵擾金門海域 這是十一號 騷擾台海周邊的 可不只有中共海警 共軍派攻擊艦擾胎 10到11號三面包圍 國軍在台海周邊 共爭獲66架次 共機七艘共艦 其中56架次 飛越台海中線 創下歷史新高 最近距離基隆72里 而卵鼻33里 國防部也秀監控能力 公布F16夾艙 拍到的殲16 還有紅6照片 共軍這麼猖狂 就是因為山東艦 最近進入第一島鏈 西太平洋 進行海空聯合演訓 國軍綿密地掌握 台海周邊海空域的動態 包含中共機艦的行動 而國軍為了因應 共機艦擾胎 7月開始 空軍還特地新增 英文驅離廣播 只是這段英文廣播 專家卻覺得文法大有問題 還占用國際頻道 像PLA Aircraft指的是解放軍 說法太籠統 Enter應該是Entered Our airspace到底是凌空 還是其他空域 這都可能鬧出國際笑話 前空機並沒有直接回應這些 我們的英語喊話 先真的聽不下去 而你裡頭真正用詞不當 而直接嘲諷你的手 那就非常難堪 國軍想用英文訴訟國際 只是就怕用字不精準 有聽沒有懂 就是說我也不懂什麼英文 是讓我們的飛行員將來退役 轉到民航局 民航比較熟悉英文 那都要講英文嘛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 五度五關講五萬 以前那個五度 現在是三度三關 因為第二次抗告的時候 從才大家都以為會壓了 沒想到沒壓 連鄭文燦他們都可能覺得說 那個笑臉變成一字嘴 結果到第三次 大家覺得說算了 桃園地方法院 反正這個也不知道 什麼個地方法院 想些什麼 還是說那個法官是人權法官 大家想說人權法官 大概基於人權不壓了 沒想到壓了 所以終被擠壓 終於被擠壓 那麼為什麼擠壓他 說他有逃亡之前 而且有篡政的疑慮 說看他的LINE LINE跟他的基要秘書 他在第一次去應訓之前 就把檢察會可能 會怎麼問他 他怎麼答覆傳給他的秘書 傳給秘書幹什麼 可能叫他秘書傳給其他人 因為那個時候他第一次 他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我傳給秘書以後 秘書拿著我這個東西就給 那就是算證了 你們都要跟我口徑一致 你不能跟我口徑不一致 所以檢察官怎麼知道 就是因為他第一次去檢察官說 你手機能不能給我裡面找資料 他為了表示起碼自己把手機 就給檢察官 所以那時候就找到了 所以被檢察 檢方逮到這種串證的小辮子 因為他們最討厭串證 所以你有串證之餘 就可以擠壓你 而且他應訓 地院說應訓之前 就已經知道整本的內容 檢察官問什麼都知道 很奇怪 所以他就傳LINE給他的秘書 叫做施彥廷 當時也是太陽花 是不是太陽花 太陽花的 因為鄭文燦是百合花 太陽花 也百合 也百合 太陽花 也百合就百合花 也百合 太陽花 而且跟著他 鄭文燦去當行政院副院長 他是副院長辦公室主任 滿重要的 所以黃國昌說趕快查誰泄密 他怎麼會先知道 偵辦內容是什麼 當然鄭文燦的律師也不服氣 聽說三個律師都 新潮裡面最厲害的律師 他的律師也抗告 昨天晚上就抗告 昨天漏夜地檢署就送到 地方法院就把抗告書 送到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收案 所以最快今天就裁定 看看鄭文燦會不會放 我們看一下 下車後表情嚴肅全程 不發異語 走進桃園地院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 第三次來開機壓庭 請這麼多大咖律師 是不是擔心被解放掌握證據啊 對比上次開機壓庭 帶了三大律師 這次只有兩名律師陪同 原定下午兩點的機壓庭 鄭文燦這次早早從家裡出發 1點44分就抵達法院 上次遲到兩分鐘 這次提早16分鐘 兩名檢察官右邊是速灘組檢察官 陳嘉義以及第二次機壓庭才加入的 呂向吳主任檢察官 經驗豐富曾辦過桃園市前金發局長 朱松偉貪毒案 以及銘勝醫院器官炸保案 而這次負責審理的法官 土偉俊司法官訓練所第52期結業 也曾承審國民法庭案件 是知名的人權法官 台大法律研究所畢業 當兵前就取得律師跟法官的資格 被分發到桃園地方法院服務 鄭文燦三度來到桃園地院開庭 在一整個下午四個多小時 簡便工房 最後法官還是登庭裁定 積壓警戒 這次積壓的理由 是鄭文燦在第一次開庭前 當天上午將檢方偵辦的內容 以及答辯方向 傳LINE給他的私信秘書 檢方還查出鄭文燦 過去曾到台塑集團顧問 廖俊松的兒子家中會面 因此認定有串政之魚 來 林委員 國長 我覺得啦 鄭文燦這個案 我想全國大家矚目 第一個 民進黨有史以來 最高官的副院長 鄭文燦 雖然發生在桃園市長 但是他現在可以講說 他是幹過行政院的副院長 所以算起來民進黨裡面 算是高官 第二個 鄭文燦這些風風雨雨 他上任以後 這當了兩屆市長 他一開始風風雨雨就很多 我們也曾經聽過他是敢拿敢給 是屬於這種個性 至於說到底有沒有這種事實 那無風不起浪 我個人是比較傾向 以他的形勢風格 這個機率算滿高的 收會的機率算滿高 可是這個我們必須要來談 鄭文燦這件案子 是七年以前的事 以我們一般的常理來判斷 沒有人家送東西去 還被人家錄到說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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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五根手指頭 但是這57億的一個案件 不會就這樣 500萬到底是錢金 或者是一種答謝 或者是原定的500萬 這個說實在的 其實據我了解 調查局很早很早以前 就已經錄到這一段 只是因為鄭文燦 他確確實實是我們 這個蔡總統之心腹 所以在這個部分 確實是壓得滿久 那我也滿希望 我也滿希望把它查清楚 為什麼七年到現在 那黃國昌委員 他也提出來的質疑 寫信到總統府 轉到行政院 行政院現在的卓院長 你也回了 說一切的事情照這些下一次 你們要講清楚 所以這個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貓咪 你自己要去查清楚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 包括總統府 包括行政院 這個部分都還談不清楚 質疑鄭文燦收壓不收壓 當然是要法官 剛才趙大哥已經講了 你自己把手機交出去 你明明跟你的機要 是有這種教他怎麼做怎麼做 這也是法官裁定 為什麼變更裁定 要收壓你主要的原因 但是我是覺得 另外一個用政治的觀點來看 到底有沒有賴清德 準備對於英系的這些開刀 這個大家也可以看 可是我認為物亡物重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七年為什麼不查 為什麼他要法官檢察官 要問什麼 他都知道 為什麼第三次 第三次你笑都笑不出來 很簡單 這裡面的內容 為什麼你事先都知道 很明顯 桃園地方法院 就是由你鄭文燦 確確實實有一些內線 所以這個要不要查 當然要查 所以誤網誤重 我覺得鄭文燦收壓旗幟 而這裡面很多 讓人家疑鬥的這些事情 都要把它講清楚 我想不是只有辦鄭文燦 其他的這個部分也要說清楚 陳孟華 交代清楚 其實當然如果鄭文燦這個事件 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 檢調該辦就辦 我們的立場真的是誤網誤重 不過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在過程之中 鄭文燦他被羈押 其實羈押過程中 是不是說有串政的疑慮 其實我們就會有個疑問說 其實有串政的疑慮 之前也不只是像鄭文燦這樣 之前的高鴻安 他在貪污案的時候 他更誇張 他其實跑到對方的家裡去 直接想要去串政 在這種狀況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高鴻安是沒有被羈押 他其實在目前都已經被起訴了 然後其實不只被起訴 已經快要判了 他目前還都沒有被羈押 為什麼會有這種不同的標準 當然我們是尊重司法 不過我覺得 這個是大家可以來思考的 另外一方面其實民進黨 在第一時間我們的廉政委員會 就把鄭文燦停權了三年 其實目前只是羈押的狀況 就停權了三年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的高標準 在對待我覺得任何的案件 剛剛其實林國城委員也說到了 其實鄭文燦這麼大的高官 司法我覺得 還是有他的獨立性值得肯定 不會被人家說什麼 你都是只扮小的 不扮大的 什麼只扮藍 不扮綠 我覺得這就證明了說 其實司法還是不管是你是誰 什麼樣的身分地位 只要你貪污了 你就是會被偵辦 反觀其實不只民進黨 國民黨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顏寬恆他的案子 顏寬恆的案子他是什麼 貪污 竊佔國有地 還有侵占助理費 他也馬上要宣判了 國民黨有任何的處置嗎 我們看到之前的林茲廟 我覺得其實我們各個政黨 都會有這樣子的 我覺得老鼠屎的 可能會有貪污或者你的案子 每個政黨如何的來處置這些人物 我覺得就是大家在看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大會想討論 就是現在的國民黨總召 傅昆琦 他之前的案子更是誇張 為什麼他這樣子的 曾經有這樣的案子 也有國民黨的議員 平行批評過說 他是國民黨的獨留 現在卻可以做到 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的位置 我覺得大家就會去看 一個政治人物 當然不希望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是後續 每個政黨怎麼來處置這樣子 有關係的政治人物的疑慮 民進黨我覺得我們做了一個 非常果斷的決定就停權了三年 那當然還要經過調查 因為還沒有再起訴 還沒有進入到司法審判的過程中 我們還是要尊重相關的過程 不過其他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高雄安 或是顏寬恆的案子 都已經進入到了起訴的狀態了 結果現在其實高雄安 還是民眾黨的中央委員 那我們怎麼來看其他的呢 沒有 我們停權 我們停權 早早就停權 早早就停權 目前可是我們沒有看到 交保就停權 那有沒有其他停權嗎 只有中央委員而已嗎 沒有沒有 通通停權 停權就是停權 停權就停權 那鄭文館昨天晚上提出抗告 抗告今天下午可能會裁定 大家認為他會不會抗告成功 我們看他怎麼抗告 一大早 鄭文館的律師 陳永來趕來看守所旅舰 你到底準備什麼給你 你是抗告的油是什麼 被問到準備的抗告書 重點沒有多提 迅速進到裡頭 今天還好嗎 心情的比較好 都很好 大約旅舰一個半小時 陳永來離開桃園看守所 也提到鄭文館現在的狀況都很好 他今天有吃小餐了嗎 我不知道 他狀況怎麼可能 都很好都好 檢察官三度提抗告 讓鄭文館收押 而傳出關鍵的證據 竟然是鄭文館他為了自侵 自己交出他的手機 結果反而被查出七月五號 他跟秘書的對話 認定他有串證的可能 七月九號晚上 在鄭文館交保之後 檢察官馬上再提抗告 書狀內多了一項新證據 居然是鄭文館與秘書實驗庭 傳訊息的內容 鄭文館從日本回來之後 檢察官五號上午要約談 但他先傳訊息給秘書實驗庭 訊息的內容與應訊時 達變方向相同 被認為已經有管道 得知檢察官偵辦方向 甚至也透過實驗庭 與被收押的白手套 廖憲夫子 幫忙傳遞訊息 因此認為有串證之餘 鄭文館提早掌握到檢調的動作 檢察官今天是要開擠壓艇嗎 楊兆林也被抗告成功 原因竟然是桃園地院裁定時 沒有通知檢察官 道庭應訊過程有瑕疵 這次擠壓艇 一個半小時就結束 仍維持一千萬元交保 楊兆林在律師陪同下 辦完手續就離開 而鄭文館的律師抗告之後 有沒有可能再開庭 很快也會有答案 主要那個楊兆林 快九十歲了 年紀也很大了 好 那麼 蘇惠你覺得抗告會怎樣 坦白說我先回應剛剛夢話 一個政黨 尤其是一個執政黨 一個大黨 懂不懂得檢討 我們就看看剛剛夢話那一段話 一個直轄市長 一個已經執政九年的執政黨 發生了一個這麼大的弊案 涉及五十幾億的土地變更的弊案 被錄到收賄 然後而且檢聽到 然後居然說我們執政黨的代表 在剛剛的發言裡面 開始去檢討在野黨 你不是也是一樣 你不是也是一樣 我覺得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坦白說昨天這下午在錄影前 很多大家我們在討論 已經預測說會被這個擠壓 為什麼 因為這個高院的第二次的裁定 已經幾乎他就差不多 開自圍裁定差不多 因為他已經說 已經點名說鄭文燦 就是有串貢甚至有逃亡的可能 甚至他有影響力 他只差沒有自圍裁定 因為如果高院要自圍裁定 他必須要自己開擠壓庭 他已經講得那麼清楚 高院的第一次裁定 他沒有講這麼清楚 他只是說你地院裁定交保 沒有把話說清楚 可他第二次已經把理由講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地院第三次 再沒有把他羈押的話 這個就真的很難說得過去 所以昨天地方法院 就沒有在這個交保 就把他羈押了 坦白說我們看到現在正式人物 被羈押了幾個正式人物裡面 周典論 然後陳崇文 然後還有今天的鄭文燦 裡面所有人裡面職務最高的是誰 是鄭文燦 涉及的案件最嚴重的是誰 是鄭文燦 金額最龐大的是誰 是鄭文燦 所以如果說你把陳崇文 已經羈押超過一個月了 周典論已經羈押超過三個月了 今天才交保 對 今天才交保 然後你說鄭文燦 不准搜索 不准羈押 請問一下 那你要檢察官 如何辦下去呢 然後聽說傳出來說 法官還斥責檢察官說 你這整直是在摸索證據 在辦案 你都不讓他搜索 那請問一下 他要怎麼樣去搜索證據呢 如果你說羈押是侵犯人權 所以你要很審慎為之 請問一下那搜索 不就是辦案的基本的步驟嗎 為什麼不讓他搜索呢 是怕搜索 會搜索出更多其他的弊案嗎 這個案子是2017年 就監聽到的案子 2017年是鄭文燦的第一任 大家想想看 貪毒會只有搜一個案子嗎 會只有搜一個案子 搜一個案子以後 嚇到 我後面都不敢收 不會的 是會食髓滋味發現錢真好收 第二任以後技巧更純熟了 權力更大了 更知道妹妹 要怎麼處理 怎麼收 而且監聽是這樣 我以前在市府市長設的時候 我看過非常多政風報告 當你這個人一旦被掛線被監聽 而且監聽到東西以後 你就會長期被掛線被監聽 所以鄭文燦在檢調手裡的案子 一定不只一個 好啦 那為什麼今天 只挑這個案子辦 我認為民進黨政府 還是挑了一個 最輕的案子去辦的 挑了一個之後 最容易脫罪的案子 而且挑了一個 最容易跟民進黨 其他人切割的案子 因為這個案子很容易 到了中央以後 其他民進黨政府的人只要說 這個案子沒有成 我們內政部沒有給他成 跟其他人切割了 然後跟其他民進黨的政府的人 也切割了 沒有 鄭文燦收而已 然後鄭文燦退了 鄭文燦以後在律師在辯護的時候 也很容易去辯護 沒有 這很少錢 第二年我們還了 所以出手 賴清德用這個案子出手 辦證 但是沒有要查灘 我認為就是這個樣子 把鄭文燦整得一塌糊塗 可是你說他要樹灘 我認為就是一個樣板戲而已 收了也不行 退也不行 你們那個議員賴蘇如是吧 他不是收了錢又退嗎 還是判刑 而且賴蘇如對於政策 根本沒有決定影響力 因為他只是民意代表 另外就是說 也有人講 這案子七年 為什麼選後才來接法 如果選前就起訴 對選前會有什麼影響 休息一下再回來 我們來接受 感謝 我們來接受 我們來接受 你 請 因為 我們來接受 我們來接受